- 导读,9月10日,据路透社报道,波音公司正在开始召会退休人员,因为这个全球最大的飞机制造商,正在试图解决西甲图以外的波音器三汽客气工厂的延误问题。 2017年2月13日,美国华盛顿州伦敦的生产工厂正在建造一家波音新款737MAX9一些分析师表示,自波音公司在今年6月份达到创纪录水平的产量后,华盛顿州伦敦的工厂应发动机和机身短缺而以发产量提升缓慢,可能会损害第三季度的业绩,并未协到其在2019年再次提升利润率的目标。 单通道科技像波音其37系列和其竞争对手空客A320系列都得到了热销,是世界上这两家最大飞机制造商的摇钱树。 今日,波音公司公布了8月份订单和交付量,投资者们可以清楚地看得起交付量将至多年来的最低水平。 对于飞机制造商来说,交付量甚至比订单更加至关重要,因为航空公司只有在收到飞机后才会支付大部分费用。 工会发言人康里凯里和表示,波音公司在8月15日与国际机械师和航空航天工人协会达成协议后,临时开始聘请退休机械师和检察员。 凯里和表示,波音公司去年秋天与工会达成了类似的协议。 波音公司发言人保罗伯格曼说,该公司正在为伦敦工厂投入额外资源,以确保及时交付给我们的客户。 分析时称,最近几周,波音公司已经向伦敦工厂部署了大约600名员工和新员工,以帮助解决飞机交付的延误问题。 目前尚不清楚波音打算雇用多少退休工人。 据路透社报道,上周伦敦工厂大约停靠了50多架半成品的波音737,只是路透社7月份报道数量的几百。 波音公司在很大程度上降这些产量的停滞归错越CFM国际公司和Sperry公司。 CFM公司是美国基因和法国赛峰的合资公司,也是波音737 MAX系列的唯一发动机供应商。 Spirit公司则是该系列飞机的机身供应商。 伯格曼表示,我们正在与我们的供应商Spirit和CFM国际公司密切合作,一直在缓解供应商的延误。 我们的工厂将每月继续生产52架飞机。 CFM国际公司表示,该公司正努力在年底之前解决挥动机的营物问题。 Spirit公司则没有对此发表任何评论。 编辑,Alan。 CFM国际公司则没有对此发表任何评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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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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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